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兰花 我们养兰花它的质料的选择 我们一定要慎重再慎重 所以质料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步骤 但是什么质料可以拿来养兰花 可以让兰花养得更好 让它的根养得更壮 其实这个质料我们就可以使用到木炭 木炭它的比重比较轻 而且透气性也特别好 可以让盆土处于一种疏松透气的状态 不容易出现积水烂根的情况 而且这个木炭它还有一种防腐的功效 就像是我们把这个木炭放在这个水里面 就算放一两个月 这个水都不会出现不败的情况 但是这个木炭我们怎么使用呢 就像我们只需要把它敲成一小块一小块 然后穿在盆土里面就可以了 可以让盆土了更加的疏松透气 但是这个木炭它是呈碱性的 而这个兰花它是喜欢栓性土壤的 所以我们事先要将这个木炭栓化处理之后 才能够使用 而且这个木炭 我们将它掺在盆土里面来 既可以保水保肥 还可以释放一定的营养元素 特别是甲元素还有一些微量元素 那么它可以促进这个兰花的生长 可以让兰花根养得更壮 然后兰花的长势更加的旺盛 所以如果家里有木炭的话 我们就可以拿来养兰花 效果是杠杠的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